大陸大陸 僅有132萬人口 人均新創企業數量全球最高的小國家愛沙尼亞 在獨立十年後 其數字化發展的程度 遠勝歐盟其他大型經濟體 有波羅的海矽谷之稱 2月12號 愛沙尼亞對外情報局 發表一份長達82頁的國際安全報告指出 中共領導層有一個明確的目標 就是讓世界依賴中國技術 並提到了中國5G製造商華為和北斗導航系統 這份報告對愛沙尼亞領導層示警 如果該國納入中國自主的技術生態系統 將會讓愛沙尼亞變得脆弱並依賴中國 愛沙尼亞此前以安全為由 禁止華為向本國政府機構提供技術和設備 報告指出 北京從經濟、科技、情報、 不實資訊等方面多管齊下 擴大其在西方的影響力 實踐中國命運共同體的外交政策信條 將導向一個由北京主導遭到噤聲的世界 該機構警告 分化歐洲與美國 也成為北京的主要目標 他們非常清楚 分裂的歐洲是個弱小對手 美國新聞網站Hexios報導說 長期以來 俄羅斯是愛沙尼亞最大的安全擔憂 但在整個2010年代 愛沙尼亞對於北京利用經濟脅迫達到地緣政治目的 網路間諜活動以及與俄羅斯日益增長的 夥伴關係越來越警惕 今年的對外情報報告使用了 迄今為止最嚴厲的語言 旅美時事評論員鄭浩昌認為 愛沙尼亞報告指出的內容並不陌生 但在中共的脅迫下敢於無所畏懼地指出 這就需要勇氣 愛沙尼亞的報告反映的其實不是什麼新鮮事 就是中共一直在歐洲搞滲透嘛 而且相比俄國呢 北京的威脅更大 但是很多歐洲大國都不願意這樣明著說 不敢得罪北京嘛 所以這樣的大實話從愛沙尼亞這裡發出來 就比較不簡單 據愛沙尼亞公共廣播公司報導 中國駐愛沙尼亞大使館14號發表聲明 聲稱這份報告歪曲事實 進行惡意攻擊 中方要求修改 但被愛沙尼亞外交部拒絕 在這份報告出臺的前幾天 愛沙尼亞和其他五個國家只派遣了部長 而不是總統或總理 參加由習近平親自召集的 中國中東歐國家17加1領導人峰會 有意冷落北京 擴張手腕表達了高度的戒心 高度的警惕 愛沙尼亞對外情報局負責人馬蘭 在報告的演言中說 在中俄勢意增長的合作夥伴關係中 北京更多時候是佔據主導地位的一方 中國問題研究學者薛馳認為 愛沙尼亞在18世紀和二次大戰後 先後被俄國、蘇聯兼併 1991年獨立後 在與中共政權的交往過程中 對共產主義擴張有敏銳的認識 中共把俄羅斯往自己懷裡了 然後它又試圖分裂歐洲 它跟美國全面對抗 挑戰美國成為新的世界霸主 如果中共的全球命運共同體 真的達成的話 這個全世界都是一場災難 這麼一個國際格局的演變 一個大事 愛沙尼亞應該是看得很清楚的 與此同時 立陶宛當局2月16號 以國家安全為由禁止立陶宛機場 采用中國安檢設備製造方 同方威士子公司生產的行李掃描設備 立陶宛情報單位認為 相關設備存在安全隱憂 美籍作家貝舒穎在Axios撰文說 波羅的海小國過去在抵制俄羅斯專制侵略上 擁有數十年的經驗 愛沙尼亞的情報報告說明 中共當前的行動也響起了類似的警鐘 大人, 抵制俄羅斯專制侵略原 添加深入 高密研究所 不足的 大人, 呆 海宇砪 不足的 增加深入 不足的